这个是臭豆腐 蒸现菜梗 这道菜是我们台校长 台有灵 他是最喜欢吃的 台校真的喜欢吃这个 是臭豆腐吃得多 他如果是不臭的话 他还要 还要加臭 没有 他还要叫我重新搞 他要搞臭一点 那我们今天要不然就 先试一下他的臭豆腐 这道菜其实我觉得 蛮有意思的是 我想知道这个臭豆腐的来源 好像不是杭州的吧 是绍兴空运过来的 我们每天都有 绍兴的臭豆腐空运过来 那吴师傅我想问一下 因为臭豆腐当中呢 还有我们这个绿色的 你之前说到是什么菜来的 这个是线菜梗 线菜梗 它很高的 大概有一人多高的 那为什么要用线菜梗 和这个臭豆腐放在一起 因为这个线菜梗 也是没过的 也是臭的 也是臭的 所以这道菜呢 双臭 还有呢 有个学名看 叫什么呢 臭味香头 臭味香头 但好像吃到嘴巴里的那种臭味 瞬间又没有 感觉不到了 你会觉得 那种香味就来了 香味就来了 其实吴老板 我很好奇的是 像臭豆腐呢 内地的很多人 他很喜欢吃臭豆腐 但在香港 香港人可以接受吗 香港人现在吃臭豆腐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有时候这道菜 我们的餐厅又不大 有四五台客全都点这个道菜 进来的时候 你们这个餐厅那么 什么味道那么臭的 所以有时候客人多的话 我还不让他们点这个菜 因为就是说限量 因为有的人受不了这个味道 但是他吃的人 他感觉津津有味 这个是春笋 春笋有很多种处罚的 我可以做一个全笋液都可以做出来 就是炸的 十到八道菜全是水 这个菜最有在杭州有 全国各地都没有 其他地方找不出来 找不出来 那在杭州的话 他一般都是像这样去炒 他杭州教区農民呢 这个是个传统的杭州菜 因为杭州这个地方 也比较有历史的 这么有一些特有的一些东西呢 他就传承下来了 你们去尝尝看 这个鲜味的 又不像这个雪菜有那么水分 又不像梅干菜那种 有一种味道 这个是比较特的 你要再试一下它的杭椒 杭州的尖椒 杭州的尖椒 因为杭州菜呢 用小尖椒比较多 后来呢 全部都把它取名为杭椒 其实杭椒也不一定在杭州种着的 现在种着杭椒 有很多在海南岛种着的 它这个尖椒也是就是 尖椒里边的肉很丰富 然后汁水也很好 很厚质 很厚质 但是就有点像 跟四川的那个纸尖椒 不太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 因为四川菜也很喜欢 用这种小尖椒来传菜 这个鱼园呢 是杭州菜里面特有的 它这个和香港人的鱼蛋有什么区别 那香港的这个潮州鱼蛋呢 它是很硬的很实的 这个呢像豆腐一样 好像豆腐一样很软 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只有盐跟水 是吧 这个我们用鱼鱼打出来的 鱼鱼 鱼鱼打出来的 手打鱼丸 那下面的这个菜是什么菜 下面是纯菜 纯菜 纯菜是不是杭州的一种野菜 纯菜也是 切的是养着的 就是在那个池塘里面啊 那个浮上来的 你们可以尝一尝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鱼丸 会不会抱枝牛丸的感觉 很软 而且那种鱼的味道特别的明显 它真的是滑得像豆腐一样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那个抬条黄鱼 抬条黄鱼 这完全看不到有鱼的感觉 这个鱼在里面呢 我们有抬条 就是海里面一种海槽 对海槽 这个营养成的 海槽啦 营养成的很丰富的 海藻类的 海藻类的 那么 里面是配这个小黄鱼来炸 黄鱼 因为这个抬条胃啊 这个抬条胃放在这个里面很清爽 很清爽 这个做法非常的特别 嗯 而且呢这个鱼也没有一次 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抬条的外皮特别的薄 所以吃上去呢 咬下去的时候 对 有浓郁的海苔味 没错 没错 这个是油爆和虾 油爆和虾 油爆和虾呢就是 这个呢又可以吃热菜 又可以做凉菜 哦 热着吃就是热菜 凉着吃就变成凉菜 你放冷排呢 全菜它也可以做的 这道菜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一道江浙菜 油爆和虾是杭州1955年省政府公布的36个名菜里面的一道菜 哦 也就是在国宴上面也会经常看到它的影子 这道菜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也是公愿大家很出名的 炸的时候要炸的脆一点 要脆 偏甜的 但是我们起锅的时候还要放一点醋 加一点点醋 我们毫不犹豫地试一下 这道油爆虾在我们这里 这个杭州9家的上座率是不是特别高 那是好的 这个大家比较受欢迎的一道菜 标准的这个江浙菜的味道有一点甜甜的 酸酸的 对 我们起锅的时候放一点点点醋 这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一个人取它的腥味 还有一个就是体化它的鲜度 很鲜 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现在这样吃 而且有一些佐料就是这种小葱这种味道也特别入味 点倦一下 这个小味道点倦一下 帮她表面 这种小葱 我是多伯格 那么多小葱 还有什么